就不知沈公子和其他几家的关系如何 在下只与姐夫一家走得近 与关家和董家只有点头之交 听说沈公子与董家老爷关系略有隔阂 虽不算交往深厚 但隔阂也谈不上 却不知娘娘从何处听说我们有隔阂 既然沈公子和董老爷没有隔阂 那就算了 就只当本王妃没问过 咱们还是来来了花吧 这叫什么花啊 花期多长 何时发芽 何时开花可有寓意 在下还是想听听 王妃为何有此疑问 既然你们关系融洽 那我还说那些 岂不是成了挑拨离剑 我们还是说说话吧 行行行 在下承认 在下确实与董家有些隔阂 什么隔阂 不说远的 只说最近 我们沈家有一笔木材生意 只要经手 不用投入 就能赚一笔不菲银两 然而 却被董老爷给劫了 他出的价钱更低 如此说来 董家关用这种不正当竞争手段 难怪董家家也越来越大 但我认为 这不是董家生意的特色 娘娘的话 在下不懂 据我所知 董家不仅与董林选有勾结 从前的历代福尹 都受受董家贿赂 董家花费了这么多的银子 可不是单纯的交朋友 定要数倍的赚回来 加之姓董的卑鄙残忍 想来 利用秦州福尹的阿杂生意 应该不少吧 是吗 可惜在下不知啊 沈公子 咱们 来做一笔生意如何啊 什么生意 将你知道 关于董家阿杂生意的内幕告诉我 我要听最黑暗最丑陋的 同样 董福尹给董昌旭什么 王府也能给你什么 好啊 认准本王妃 算你有眼光 放心 但王府好了 本王妃好了 有你的好处 你可知 秦州是最臣的流放帝 知 有些最臣可是流有后手 他们有亲信提早携带了财物 只懂买同秦州当地官员 弄了个新的身份 脱了奴级和罪级 逍遥法外 还能这么玩 皇上不查吗 人死了 还怎么查 还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呀 这个我负 买同官府制造假身份 需要董昌旭自是不说 董昌旭 还有一个买卖却很有意思 什么买卖啊 别卖罐子 卖人 卖人 卖什么人 女人 卖女的地方还少吗 牙子当里卖 青龙也卖 这种鬼地方 只要出钱了什么都有卖 但他们卖的 可不是一般的女人 是真正的贵族千金 贵族千金 之前不是说 秦州是罪臣流放帝吗 这些罪臣更多的是 贪污腐败的罪臣 女眷自是不少 其中出身迷门的千金更多 无论是南兆还是其他 偏有人就喜欢这些千金 却高价买来进行卸碗 青龙一个花魁才几个钱 但若是品相好的贵族女子 一个人 就能卖上上万两银 你说这生意赚还是不赚 那 每年流放到秦州的罪臣多吗 怎么也有十几家吧 就当一年十家 一家五个女孩 那么光卖女子的生意 一年就能赚五十万两 我的老天爷啊 姑奶奶我卖薛商户还是个遇刺之物 这家伙就是空手套白狼 无本万利啊 今天多谢沈公子 但时辰不早了 我得回王府 咱们下次有缘再见 是啊 天色确实不早了 只希望时间过得慢一些 王妃娘娘 在下送你 多谢 好 哦 哦